范伟奇和黑人陈建中的一路结婚生子都是被媒体全程关注 那两个人求子的艰辛呢很多朋友也是知道了 那如今他们已经收获了一对健康可爱的双胞胎儿子 现在呢范范要出一本新书 那不出之后呢 他也想跟大伙聊聊自己怀孕生子的那些事 那我那个医生很好瞎 就是说你这个一跤也是蛮特别的 就也许本来只有一个会着闯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摔了一跤才不小心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想想是摔出来的 一下子有了两个大胖儿子 范范和黑人的好运想必让不少人羡慕 可范伟奇的这一跤却着实摔的有些惨烈呀 瞧瞧这眼睛周围清清紫紫的一大片 还有这密密麻麻的缝针线 当时有多少粉丝都为范范担心不已 甚至心里还泛起了嘀咕 怎么会摔到眼睛的位置 不会是被老公黑人陈建中打的吧 对啊真的是那个位置 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 哦你一定是那个被黑人打的 就是很流行现在就看图说故事 是 然后那个那个伤口确实也让我背负的家暴的 这个我觉得是污名 对污名 对 但后来第一个打电话来给我的 其实就是麦克 你现在这个时候要听到他吗 他说你终于知道 我有你说不清的 你有这样的感觉的吧 黑人虽然爱捉弄饭饭 可是怎么有胆子家暴呢 要知道怀了宝宝的范围期 那必须是家中地位最高的女王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 知道已经怀上了 然后到中间知道是两个 到现在为止嘛 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 行为上面 还有在居家生活 都是以严谨来形容 就是连拖鞋都不能太大声 而在两个孩子诞生后 这奶爸的家庭地位 是一讲再讲 忍若老婆吗 已经忍若 在家存在感 它确实是蛮低的 就是在家排名 竟然还在保姆后面 虽然两个宝宝才半岁 不过为了以后的第一句话 妈妈已经开始镇压老爸了 你说呢 我已经想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都会叫妈妈妈妈妈妈 这样子 如果万一她真的 先叫爸爸的话 我先污嘴 不要被你妈听到 孩子不要 叫妈妈不要叫爸爸 虽然说每个孩子 都是爸妈的心头肉 但是对于范范和黑人来说 两个宝贝确实来之不易 两个人直到结婚第三年 才顺利怀孕 中间经历了心理压力 和身体上的痛苦 现在想来 还让范范眼眶泛泪 单身就结婚 对 然后你结婚 就会问生孩子 可是我们一直就没有 可是陆续姐妹淘 或者哥们都有的时候 那那变相 对 其实有压力 那刚刚讲说 其实顺其自然 这个是 我觉得她内心 其实是难难过的 为了怀孕 小夫妻俩试过了各种方法 反正是什么都是 我之前虽然吃中药 然后用排卵试纸 一直都没成功 到后面 我尝试 人工收缘的时候 可以成功 对 我觉得各种 大部分有一些好的建议 我们都会 多多少吃看看 这样子 不过范范和黑人的苦 也没白吃 如今两个小宝贝 健康成长 就是他们得到的 最好的礼物了 我们最有成就感 就是我们带宝宝 去打预防症的时候 然后要做那个体检 然后放到那个秤上面 然后每一个护理人员都会 哇 就是这个头尾啊 身高什么都已经是超 就是 生长曲线都是超标 都是在90分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成就感 行李家线台被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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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